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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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llo,我是金金来 我在纽约信心圣经圈圈 找圣经的一个老师 今天我们会谈的主导文 我们都知道主导文是主耶稣 找到他的门徒们的祷告 很多基督徒这两千年来 用主导文来祷告的 我们基本上会背的 主要是它是在马太福音的六章 第九到十三节 会出现 这个祷告呢 我看犹太人跟我们外邦人基督徒 对祷告的概念有一点差别 我们平常说祷告是 崇拜当中有几个不同的部门 比如说长道啊 或者圣餐啊 或者赞美啊 敬拜啊 其中一部分是祷告 可是犹太人平常说祷告的话 他们好像一种代表性的 就是可以代替我们的崇拜的概念 所以这个祷告是 可以说整个他们崇拜的内容 可以说祷告 他们的概念比我们基督徒的概念 就是广一点 反正打告是我们做神的孩子们 能参与神的事工的非常好的机会 我相信神若他自己一个要做一切事情 其实没有问题的 可是他就是要请我们 他请我们参与他的事工 他的工作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了 这是这个我们来说很大的荣耀 所以我们接着这个打告 能参与神的事工 神的工作 很大的荣耀 所以打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主耶稣 找到他的门徒们 包括我们现代的基督徒 找到的这个打告的内容 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们慢慢看 他到底让我们怎么打告呢 我说不一定要背起来 你要知道那个他的意思 到底是这样的祷告的内容 有什么意义 我们慢慢看 首先我们看 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里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 按照希罗文的顺行 或者我可以从希罗文回到 耶稣说的很多人希网文的顺行 第一个字在这个打告文当中 第一个字不是我们 那也是父 西班牙人来 我读一下 你们听着好了 Avinu Shebashamayim Avinu Av就是父的意思 Nu是我们的 Av 父是第一个 Nu是我们 我们的父 Shebashamayim 在天上的这样的意思 你看按照西班牙 叫希罗文的称许 第一个是父 这里我们打告的时候 称呼 神父 这个很有意思啊 如果他是父 我们是他的孩子们 耶稣怎么你们打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 咱们为善的人 不要这样做 咱们为善的人 这里咱们为善的人 英文是Hippocrite 这是希罗文 直接从希罗文来的英文 这里的希罗文也是 这个Hippocrite 这个希罗文 这个呢 我们平常 这个好像和本一样 咱们为善的人吧 这个 这个单词呢 在希罗文里面 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西级的言人 西级的言人 英文说play actor 那个戏剧的言人 是这个单词 所以它不是 不是真的事情 它张得不是真的事情 就是戏剧里面的 有一些表演而已 耶稣说 你不要做 好像做戏剧一样的 你跟爸爸 过同的说 就是做真正的孩子 跟爸爸 很单纯张话 这样才对嘛 不要那个表演就是了 这样的意思 而且这个就是 家里的事情 你不需要 公开告诉大家 我正在跟他 我爸爸张话了 你不需要 就是告诉 全世界的人 有一些人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是一天 打告几个小时 我一个月 精湿几天 我一年当中 什么什么 他夸耀自己 打告的事情 打告的事情 这是很笨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打告是家里的事情 爸爸跟孩子们 之间的沟通 你这样子的情 不必夸耀嘛 这是家里的事情 你不要做 张玛为三点 你不需要 告诉全世界 这是家里的事情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的父在天上 这个孩子们 在地上的孩子们 向天上的父亲 沟通的内容 这就是打告了 然后呢 继续下去说 万能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里开始 有你的 你的 你的 有三件 你的 一个是名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的什么 国 世界 我们都会背 我不要再念 世界里面 还有第三个什么呢 你的旨意 这里我们打告的时候 耶稣叫醒得非常好 我们要追求的 不是我的名 不是我的国 不是我的旨意 我看到这个经文呢 有时候想 哎呀我们基督徒 多少我们追的 都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我们的 主耶稣告诉 门徒们 这个打告的内容的时候 这么打告的时候 首先 从我们在天上的父 之后呢 马上提到 你的名 你的国 你的旨意 这么美 我们的爸爸是 王 我怎么说 这里的国是 西方文西拉里面的国 王是从 同一个字根而来的 这个国不是民族主义 这个是王征 这是王 做立的 那个 领求的这样的system 这样的制度 所以 我们的父呢 他在 虽然在天上 他是 这个国度的王 而且他的国度 不是民族国家 这个是王征 所以我们是王子 公主一样的 有很地位很高的人 所以我们做神的孩子 王的孩子们 像做王的这位父神 我们向他祈求 开始求 他的名 他的名声 他的荣耀 他的国 这个国家的事情 他的职业 不是我的职业 对 这是我们基督 一定要想要 知道的重要事情 我们一定要追踪 这个国家的事情 我们父亲是王 他的国家 他的名声 他的国 他的职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耶稣 继续找到门徒们说 十一节 我们日用的饮食 尽力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尽力赐给我们 这个不是 我们在天上的 父的需要 这是我们的需要 在地上 还在心命当中的人的需要 我们的父神 他不需要饮食了 对 这是我们的需要 前面是我们提到 首先提到 神的国 神的名 神的治 可是在这里开始 提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每一次 用主刀来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 最难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很多人会说 不是这个地方 另外那个 是而之 免了我们的债 债就是罪吧 罪来这是 如同我们免了 别人的债 就是别人的罪 很多人认为 这一部分比较难 可是我认为 我们日用的饮食 尽力赐给我们 这个很难祷告 为什么呢 日用的饮食呢 是什么意思啊 我明天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 我需要的食物 我不知道 霍天更不知道 对 我求的只有 单单一天的饮食 好像过去 以色列人 在旷野中 四十年 天天吃马拿 他没有另外的食物 神是全能的神 他若要供应 一下给他们 吃四十年的食物 没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这样 我们来说 就是很舒服嘛 神就是不要 担心每一天 给他们供应 不需要嘛 就是一下 不会腐败的 这样的食物 给他们四十年的食物 我相信 他没有问题啊 可是神没有这样做 他自己 找自己的麻烦 他天天 除了安息的意外 天天供应他们 今天的是 今天供应他们 礼拜二也是 礼拜二供应他们 到了礼拜五 他供应他们两天的 因为礼拜六 安息日嘛 所以他这样的方式 天天供应他们 神自己造自己的麻烦 他不会忘记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要训练以色列人 就是他们单单 日用的饮食来 依靠神 明天你不确定 那这个曼娜 这个食物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是哪一种的食物啊 你知道曼娜是什么意思吗 曼娜 西班牙的翻译是曼 曼 曼是什么的意思 好奇怪啊 为什么 这个什么的意思 曼 中文的评定是曼娜 成为这个食物的名字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以色列 天天在框域里面 出去早上拿这个食物嘛 不知道 这个找不到 没有这样的食物嘛 在孜然界里面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说 一边拿 一边带来 一边吃什么啦 什么啦 什么啦 这个书的名字 变成什么 这就是曼娜的意思了 对 他们完全不知道 这样的从天上下来的食物 神天天供应他们 他们学习 利用的饮食来依靠神 不是准备一个月的 不是准备一年的 不是准备一生的 不是准备下一代的 我们今日的人啊 我们求的不是利用的意思 主啊 给我一年的 一年足够用的钱 或者我一生足够的钱 或者我准备下一代 我的孩子们的 为他买房子啊什么啦 我们就是求的太多了 我们不会单单 那个利用的意思来 不会满足的 我们的贪心太厉害了 我们主耶稣叫我们说 我们利用的饮食 尽力吃给我们 换句话说 我今天有吃的东西 我要感谢神 我要满足 这样的意思 多么难 现在我们继续下去 十二节 没人我们都在 如同没人的 别人都在 或者人的在 这里在呢 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概念是 可以说明罪 这里没有提到那个罪 当然我们都发现不错了 债来 说明这个罪的概念 债是其中一个 病也是其中一个了 好吗 债好像罪一样 免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了我们的债 这个是耶稣教导 门徒们和我们的 这样的打告的内容 这个罪 我们人在性命当中 很容易犯罪的 非常容易犯罪 包括我们 尽量避免犯罪 这会发生 可是我们一定要求 神的赦免 而且我们看到 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周围的人 他们会得我们的罪 他们会得罪的 他们会犯罪的 怎么处理呢 耶稣教导门徒们说 你们要首先 免他们的债 这样你可以求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方面 我现在稍微分享一下 到底是我们人 能赦免多少呢 怎么免人的罪呢 我们的赦免 不可能像神 赦免我们罪一样的 神赦免我们罪的方式 可以完全地赦免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 保险来 可以完全地赦免 可是我们自己呢 做不到这种的赦免 其实我们也该死的人 所以我们 耶稣教导 你们要逼此赦免 你们要逼此老书的人 这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我从神的坏 我只有可以说 我们就是 不要判断弟兄姊妹们 不要判断他们的问题 不要论断他们 他有没有罪 这个不是你说 你要定的事情 是赵给神 这个我们能做到的赦免 这是留给神 让神出离 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赦免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以上的事情 好像我们做不到的了 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熄灭人的罪 我们说我饶死人 还是他的罪在的了 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做的 这是上帝做的 可是我们能做到呢 我们不要论断 不要定人的罪 不要判断他们 无论发生什么事 有人得罪我 就是让神处理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能处理罪的 或者免在的这样 免对不起 免能在的这样的可能性 那继续下去 十三节怎么说呢 不照我们遇见试探 不照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个是何本的翻译 凶恶 可是呢 何本话号里面 放了 或一 脱离恶者 其实这个希腊文 正确的翻译呢 如果你看 其他英文的翻译 会知道 都是 the evil one 那恶者的意思 这个希腊文 我等一下会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 那恶者的意思 不是凶恶的意思 正确的翻译呢 在话号里面的那个东西 或一 脱离恶者 应该知道 那恶者比较好 我为什么说这里是 那恶者呢 我还没说明这个 这个祷告的内容之前 这个那恶者呢 我要证明啊 为什么我说的对 那恶者不是凶恶 如果我们对照这个 耶稣的比较当中 那个沙中人的比较 沙中人的比较 有三个福音书 都有出现的了 三个福音书里面 马太福音里面 十三章有出现 马太说 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九节里面 他提到说 那恶者 那个希腊文是这里的 那恶者 第六章十三节的恶者 希腊文是一样的 好吗 他耶稣说明 那个肥鸟来 肥鸟来 那个拿着那个 路旁留下来 那个落在路旁的 那个种子的时候 那个肥鸟耶稣 那恶者来 说明他 马太的基督 是那恶者 当然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节 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在那边 说明这个肥鸟 撒旦 撒旦是希腊文 所以中文的撒旦 是从希腊文之间 批拟的 他没有翻译 撒旦 所以我们才知道 马太福音 第四章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 同样的事情 马太基在那恶者 马太基在撒旦 所以我们知道 撒旦就是那恶者 那恶者就是撒旦 我们继续下去 看路加福音的那个平行节 路加福音八章十二节呢 路加这个人是外邦人 他用希腊呢 比照 怎么说 比照好 他是希腊好多了 比其他的 很好 他八章十二节里面 他用的单词呢 刚好耶稣说明那个肥鸟的 那个事情 那个部分啊 他说 地阿波罗斯 对不起 希腊是地阿波罗斯 英文的devil是 地阿波罗斯来的 地阿波罗斯 魔鬼 中文的翻译是魔鬼嘛 这个地阿波罗斯 英文的devil是 跟西班牙撒旦 完全一样的概念 地阿波罗斯是 村正的希腊文 撒旦是亚大人 所以 中文圣经里面 撒旦有拼音 中文的拼音 可是地阿波罗斯没有拼音 直接翻译魔鬼 所以中文的魔鬼呢 等于撒旦 这个英文的devil 那么我们看得清楚啊 马太夫人 第六章 十三节的这个 那二者 不是凶哦 这个概念是 在整个马太夫人里面 不止这里 不止那个马太夫人十三章 那个杀众人的比喻里面 还有另外几个地方 我都插过了 都是那二者的意思 这里没有凶恶的意思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了 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说 你们要这样打告 其中一部分是什么呢 不知道我们 遇见是他 遇见是他 不好的事情啊 对 真的不好 就我们脱离那二者 就是撒旦或者魔鬼 这撒旦 圣家好像没有说明 撒旦的来源 虽然有些人说 以赛亚书四四章 或者以西节说二十八章 来有些人说明 撒旦的来源 那个地方是巴比伦和 那个推罗王 或者那个国家的灭亡的事情吧 我个人认为 神不让我们知道 撒旦的来源 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时代有一些人 拜撒旦的 我们听过没有 撒旦教会啊 有些人就是很公开的 公开的拜撒旦 有这样的教会 撒旦教会 Satan Church 圣经很奇妙 神不让我们知道 撒旦的来源 我是这个个人的看法 所以没有信息告诉我们 撒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是在窗市里 开始已经有撒旦 那个蛇来出现的 为什么不知道 从哪里来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我不知道 对 约伯基 你知道我们经常说 平常说 约伯基这个人好可怜 他没有看过约伯基 第一章第二章 我意思你懂吧 约伯基在天上 撒旦和圣之间的这个对话 他没有听过 没有看过这个光景 对 他不知道 在天上 上帝约伯基 跟撒旦提到他的名字 这样他的事情 然后发生在地上 发生这样的灾难 他完全没有办法 明白这件事情 他只有知道神 然后他一直控告神 说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人来说 所有的事情 发生事情的 主要的来源是 都是神吧 所以无论好的 无论坏的 都是神的 通在着 神的座位在那边 所以他一直控告神 他看不到撒旦在那边 很奇妙 可是圣灵说得很清楚 撒旦 撒旦 西方是撒旦 这是控告的意思 这个撒旦呢 撒旦是一直控告我们人 在神面前控告人 好像在神面前 撒旦控告约伯 神称赞约伯 撒旦控告他 这是撒旦的工作了 撒旦一直攻击我们 他不能攻击神 可是他可以攻击我们 耶稣说 你们要祷告 怎么祷告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从撒旦的手中 主啊 救我们 我们自己从撒旦的手中 救不了自己的了 我们的圈兵 我们的能力 不够他的力气了 撒旦太可怕 太厉害 所以耶稣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自己 向门徒们 这样要求祷告 我们都知道 耶稣还没开始 那个public life 就是公共的这样的 那个事奉之前 在跨越 撒旦 那个撕探他 四十天 我们都知道 或者四十天进世之后 撒旦撕探他 这件事情 耶稣应了撒旦的 这样的撕探 神把他救了 从那个撒旦的攻击 我们知道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 耶稣向门徒们说 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这样的气阻 从脱领 救门 脱领 撒旦的攻击 其实 在圣经一个地方 耶稣直接为 门徒祷告的时候 他提到这件事情 我们看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 三十一节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 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按照这一句话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 那个耶稣被抓那一天 夫人耶稣三次的逼动 我们很可能会攻击西门 好吗 可是耶稣知道 西门的后面 有一个另外一个 他叫撒旦 撒旦的目标是什么呢 想要得着你们 好帅你们 这个是撒旦的目的 像山麦子一样 撒旦要咬动我们 撒旦要攻击我们 耶稣已经很清楚看到 撒旦不但要攻击西门 可是耶稣怎么说 三十二节 耶稣说 我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遭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看 耶稣 我不要说我们 耶稣直接为他的门徒 打告的时候 提到这件事情 耶稣知道 撒旦你要攻击他的门徒们 可是耶稣为他的门徒们 这样打告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最后 挥去那个十二节的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或者人的债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学习 很好的功课 这个赦免的功课呢 其实 我可以说 离戏最多的事情 怎么说呢 我现在要说明一件事情 耶稣有一个比喻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四节 那边 二十八节出现 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一千万的银子 有这样的债 千一千万银子的 那另外一个呢 千了十两银子 差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我不要说明 整个比喻的内容 好吗 这个比喻里面 提到的主要的内容 是什么呢 神 赦免我们的债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非常严重的债 神已经赦免我们的债 可是我们 神要求我们赦免 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债 或者债的时候 那个债其实不是很大的 这是小小的债了 小小的债 若我们能做到 这样小小的 那个免债的事情 神会做更大的 非常大的 那个免债的事情 经济方面是 最 专签来说 最多的这样的效果 这个赦免的功课是这样的 我换句话说 我希望我能表达出来 我的意思 赦免呢 你做小小的 你的拖子小小的 你得的非常多 我相信我们赦免人的债呢 对他们被赦免的人好呢 还是对我们赦免的人好呢 我相信 对我们自己好的 为我们自己好的 若我们赦免人的债 好处在我们身上 不是被赦免的人身上 其实我不知道 他们会好不好 我不知道 可是呢 若我们能赦免人的债 人 有人得罪我了 能我们 我能赦免他的债的时候 这个呢 对我非常的好 对 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赦免的功课呢 不是为人家赦免的 那也是我们为自己赦免的 我平常听到 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 很多人好像最近开始说 你没有赦免人的问题啊 比较容易出这样的情况 比较容易出这样的情况 精神的问题啊 别人的罪 这样的为我们自己非常好 而且我们精神方面会得到很好的健康啊 这个世代真的病了 很多病啊 很多精神病 很多问题 从哪里开始呢 犯罪当然对啊 可是另外一个呢 没有赦免人的罪 我们要学习这个赦免罪的功课好吗 好 我们今天讲到 主道文 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靠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较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较处耶路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